有的时候是假借事项之中种种差别 能够就如是差别 能够帮一个行者证盟 证盟他现在的理路在何方 他自己安部的脉络在何方 那将来要如何在心中建立如是 种种心中真正明了的脉络 清清楚楚那个脉络的铺眼 那个脉络为自己的架设 这个脉络就如同《华言经》中讲的如宝丝网 你要看到你心中的那种网络庄严 每一个念头之中的网络庄严 因为你看到你理路之中 你已然知道那个理中的架构 心性应该有的架构就是理 所以你就会看到现在的行为 你当然就不会避讳种种行为 该面对就面对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就是心中若是还有缺失 该现什么项就现什么项 就是为修行而来 这里面都不是其他的声音 在这边妄想检则 所以这个叫做释法界跟理法界 因为上面已经讲过不碍事项婉然 是释法界 就这里面刚刚我讲的就是你要明白之时 它是不碍事项婉然的 清清楚楚 甚至于自身之中该现什么项就现什么项 该立什么志就立什么志 纵然没有因缘 但是没有因缘时 就算是相中我没有办法建立完全 但是我心要向往之 所以就有近视男近视女 这个心中念灵之间 好要就是这一面心性 好要的就是成就如是 根本超越一切世间情享 记着的种种过去众生的 那种念头之中的卑劣 那个就叫发菩提心了 那个是真正是懂得今生 为自己提息 为自己下手的人 所以你明白释法界时 释法界全然都在理法界中 理法界当下就是释法界里 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一些法界 于是于理 你清清楚楚 法界分明 虽然讲到释法界就是理法界 理法界就是释法界 这是分明 因为你不会混乱 不会真以为真有二项 但是不会混乱 不会以为有二十 是就是清清楚楚 理也是明明白白 因为理要明明白白 你才能够提息于是 是要清清楚楚 你才能够建立于理 所以于俗事上 他也不会混乱 所以于是于理清清楚楚 所以于二 于不二 你也念明白 为什么叫不二 因为理就是是 是就是理 为什么就是二 是一定是清清楚楚 是在何处 理一定是明明白白 理在哪里 因为你能够明明白白 事项在何处 就是你现在心中的发行 行为在何处 你才就能够清楚 你心中建立的道理在哪里 这里面心里清清楚楚 就是二 那根本二中 你不容你混乱 但是就是因为 不容你混乱处 我才肯定 因为在你心底深处 你是根本不会忘 多于二的心中的目标 你才能够启程 照料一切 亲密一切 二中的担当 二中的照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